文威安尔财经是陪陈新编名声,2018年8月9日,致力成为中国高品质品牌全局的第一股,让赫美集团发布公告称,公司与自然人王菲,北京中泰创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,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,赫美集团,米售让后者所持,北京东方,成员信息贯, 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应股权,王菲,中泰创营还将促使东方车云提台新增股东肖贺美集团转让所持股份,随后发布的关于公司签订和作意向协议的补充公告显示,标的公司东方车云主营业务为网约车业务,其次拥有中国第一家专业提供在线约车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,该中国第一家在线网约车品牌,即是命图刊可的一道用车, 据第三方信息平台天眼查解释,目前,王菲为东方车云法定代表人,持股33.82%,北京中泰创营持股20%,持股量位置第三,消息已经公布, 8月9日,8月11日,8月13日,赫美集团连续三个交易日,收盘价格,涨幅偏运值,累计超过20%,一主或成定居,影响力超出股市, 一道用车车再度进入公众视野,市场份额不断降低,用户体验多少平8月16日,一道官方账号发表微博庆祝本品牌在2018年世界移动互联网大会上, 荣英年度最佳出行为平台,讲台显然,数据忧心,事实上一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市场表现并不乐观, 2018年4月,新经济行,业数据包掘和分析机构,爱美咨询发布, 2017-2018年,中国网约车行业研究专期报告显示, 2017年到2018年,中国网约专车活跃用户分布中,领头羊滴滴专车快车诈比63%,首期约车诈比8.5%, 神舟专车诈比7.2%,而一道用车仅占5.1%的份额。 此外,根据大数据分析公司,一关于8月1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可知, 2018年7月,滴滴出行用户活跃度高达12088.2万,位置同类第一, 第八出行约用户活跃用户达890.8万。 曹操专车和首期约车约用户活跃度,增为251.3万, 神舟专车约用户活跃125.2万,但在移动APP约活跃用户TOP100台行榜上, 不建议到用车身影,以开名义纤维的APP活跃度数据参考。 这意味着,1-7月的月活跃用户数不足,107.3万。 惨淡的数据背后则射出一刀面临的种种问题, 用户打车难,司机提款难, 社交网站上不少用户都在吐槽,用一道不一道, 不仅打不到车,先前充值的账户余额还无法取出, 与此同时车主也再三遇到无法提现的问题。 最近一次的纠纷,即是7月27日, 一道声称因乐是隐瞒巨额贷物, 并单方面发起诉讼致使平台用于车主提现的账户余, 7月20日被法院诉前保全冻结, 对车主正常提现造成影响, 如是种种,使得一刀处于用互流失, 市场范额萎缩的恶性循环中, 丝毫看不出,如今借险落脱的一刀层是中国网约车的鼻祖, 定位中高端市场, 坚持不打不歇战曾经的一刀, 无限风光,又创始人周航自己的话来说, 2014年前,整个中国轿车领域都是我们的, 其他人都是跟在我们后面才做起来的, 2010年,有敢于打车男的周航创立一刀, 也由此成为中国首家互联网预约车服务平台, 成立之初, 意到的定位是面向中高端市场, 从商务租车入手, 用户是中国高收入阶层, 重视时间成本, 愿意用金钱替代时间上的消耗, 与此同时, 司机也要做到温和有理, 谈吐不凡, 鄙视的移动客户端, 愿不及接日之普及, 初创的意到最原始的调度模型, 还是电话和网页, 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传统汽车租赁行当, 意到自费为司机装配GPS定位硬件, 和首创的头衔相对应, 意到也承担着教育市场的重任, 2011年, 意到退出了打车小秘, 无需下载, 通过微信平台即可进入, H5打车页面, 完成全部操作, 然而效果不尽如人意, 在伤了一两百万美元后, 中行意识到了战场的激烈, 选择退出, 意到还是善长做中高端市场, 中行事后总结道, 2012年, 滴滴, 快递相继出现, 被厂战市场, 各家掀起价格战, 这种依靠补鞋赔本转腰盒的做法, 并不符合意到的定位, 意到的价格总比普通出租车还高三到四成, 对此中行将此归结于自己最完美的追求, 我要的是那个完美的人, 那个不完美吗? 如果你订低价了, 就是赔钱, 商业模式上做不下去, 它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可持续的商业, 中行如是向媒体说道, 2013年4月, 快递获得了爱里巴巴, 经为创投1000万美金的A轮融资, 2014年1月, 滴滴完成C轮1亿美金融资, 其中中信产业基金出资6000万美金, 腾讯集团投入3000万美金, 在资本箱记住, 入网约车市场的当环境下, 一道终究摆下震来, 首次一主, 成员乐视扮演乐视2015年10月, 必是风光无限的乐视17亿美元, 收购一道70%的股份, 成为控股股东, 当时有人将乐视的入股, 与维护联网拟转神话, 据内部人士透露, 在乐视入股前一个月, 一道的订单量只有2万, 相当于同时期滴滴日订单的350分之一, 而随着乐视资金的注入, 价格不再是一道的短板, 冲多少送多少, 得大力补贴加之一道本身的高质量, 使其迅速回归专程行业第一梯队, 在2016年的用户活跃数据中, 一道紧随滴滴, 与日本持平, 资本的注入也加速一道的发展, 一道受到资本加持, 也受到资本牵制, 随着乐视系问题的暴露, 一道在受打击, 2017年2月起, 一道接连被爆出司机提款售数等问题, 现下来, 全世界频发, 站在风口浪尖上, 周航发表公开信将矛头指使乐视, 一道确实存在资金问题, 直接原因是乐视对一道的资金罗用13亿元,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, 周航的这次发生不成熟,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 这也恰致了事与一道难以调和的矛盾险路, 周航主导下得一道崇尚稳健与品质兼具的发展模式, 而贾越庭率领的乐视, 充满了极建和冒险精神格格浮入,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, 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, 是长远发展的关键, 乐视控股下得一道, 没有了自主性, 更多地被资本方限制, 导致在决策, 运营等方面出现分歧, 日积月累最终爆发, 谈及乐视与一道的此段联姻,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来, 对新金融观察的记者如是总结, 2017年4月29日, 一道官方公告表示, 将于5月份解决司机提线问题, 但直到5月的最后一天, 提线还未解决, 一道再发声明, 在远落解决司机提线问题的同时, 表示还将致力于, 推进新一轮融资, 股权变更与提线进撑紧密相连, 牵动着司机的心, 6月28日, 贾跃停在股东大会上惨言, 资金问题比想象中严重, 非常是体系, 紧张的90多亿元难以补足短缺, 当天下午, 一道便发布公告, 趁公司已于近日变更控股股东, 宣告娱乐视在卷裂, 二次一主套运, 接锅侠努力去了世话桃运资本顶, 这接锅侠的帽子从了世手中接下一道, 据第三方信息平台天眼查显示, 这家成立于2014年11月的公司, 注册资本高达2亿, 是来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, 持股比例完75%, 但其主营范围与初心毫不相估, 投资管理, 资产管理, 投资咨询, 在谈几位和接手时, 涛运资本CEO温小冬表示, 没有任何一个约程平台经历过这么多变故, 团队经过千锤百元之后, 是一道的宝贵财富, 他们肯定会支持而抠勇, 以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 温小冬均信, 但接牌后涛运资本的第一步大动作是清洗团队, CFO任乳贤, CTO元彬, 法务VP刘晓庆, HRVP马东夏等原有团队和新成员陆续递交辞成, 去乐视化态度明确, 虽然多有言论分析桃运的接手时为股权变债权的无奈之举, 此前, 桃运资本已在乐视体育、 汽车、 手机等乐视系公司上押注数十亿资金, 但彼时桃运资本CEO温小冬,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自信, 表示未来还要投入二十多亿, 目前看来, 二十亿投资的豪言并未生效, 乐视成科资金门提点人类根除, 7月20日, 一道发布公告趁, 在2017年6月超运资本进入一道后, 发现一道整体负债由乐视承诺的20余亿元, 飙升至近50亿元, 7月27日, 一道再发公告, 趁您乐视下一道隐瞒巨额账单并发起, 诉讼, 车主提现账户, 于7月20日, 被法院诉请保全冻结, 展开通行的提现账户, 介入信用提现体系, 具体时间以公告为准。